這個重點叫做 xt圖 x就是位置 t就是時間 位置跟時間的關係圖 我在這個時間在哪裡 那個時間在哪裡 然後就會有個表格 然後把那個表格可以變成一個圖形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是畫出來 然後藉此我們就可以有一些事可以問 我們第一個可以了解的是 畫完xt圖之後問你他做什麼運動 等一下會問你 他做的是等速度還是靜止還是怎麼樣 聽懂他做什麼運動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請你比大小 誰比較快誰比較慢或者是什麼樣 什麼誰沒有同一個時間出發 還是什麼樣之類的問題 再來就是可以考計算題 請你真正的去算是多快多慢 當然我們比較喜歡配合的是 後面交過加速度之後 因為有了加速度題目會變化比較多 會比較有趣 但是呢觀念是一樣的 觀念是一樣的 OK 好來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有xt圖就可以了解的一些事情 那做什麼運動呢 來這玩意做什麼運動 這什麼意思啊 我現在我現在在這裡 等一下在這裡 然後還是在這裡 一直都在這裡 所以這個東西做什麼運動 靜止很好 它是靜止 所以LT圖的這條平的直線 代表它是做靜止 還是做了靜止的運動 還是做了靜止的運動 那換成這樣呢 這樣做什麼運動 這什麼意思 就是你經過一樣的時間間隔 就會走一樣的距離 對不對 一樣的距離 那表要做什麼運動 做的是等速度運動 很好 所以xt圖如果畫出來是一條斜止線 它就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斜止線有很多個畫法 長這樣做什麼運動 還是等速度 但是它不是從原點出發 不是從原點出發 所以它也做等速度 那如果長這樣呢 它做什麼運動 也是等速度 也是等速度 但它不是從計時開始 時間為零的時候出發 它可能是經過了一分鐘兩分鐘才出發 所以它也是做等速度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xt圖的斜止線就表示它是等速度運動 它如果是條斜止線的話 還有一個也很怪異的叫這樣 這啥運動 對很好 對很好 倒過來 它還是等速度 可是它反過來走 剛才是越走越遠 現在是越走越近 對不對 剛才是正方向越來越多 現在正方向越來越少 所以它還叫等速度 又好像剛剛講過的 HT圖如果只有一條斜直線做啥運動 等速度運動 那如果做成這樣呢 那就是所謂的非等速度運動 我們未來要教等加速度運動 彎的要某一種彎法才是所謂的等加速度 那你現在真的不要管它 反正就是它的速度都不一樣 它不是一條直線嘛對不對 表示它經過一樣的時間走過的距離會不一樣嘛 所以它就是非等加速度 當然以後還可以再追究的問 它是越來越快呢還是越來越慢呢 那我圖形畫的不一樣就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反正現在就是所謂的非等速度運動 所以呢 HT圖的一種就是我把這個圖畫給你了 你看到圖形 你就會知道它做的是怎樣的運動 它做的是怎樣的運動 就是我們的第一種問題 OK